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學習中文 這個包括不但是古典的東西 而且包括現代的東西 現代的歷史 有人口學 有經濟等等 現在在西方 特別在澳大利亞 有很多經濟家 他們研究中國 但是他們不中文 他們不知道 他們看到的都是英文的 可能有的時候 是別的歐洲語言 但是大部分是英文的 我覺得中國學 應該學習這個語言 中文 在過去我研究經濟 但是主要的是 90G 我覺得很有意思 而且我研究了那個 沙數民族 我研究了那個西方看中國的形象 但是我要強大的一點 就是如果研究那個記曲 肯定要包括那個中文的資料 而沙數民族也是這樣 我第一次來就是為了在北外教書 而且搞研究 我研究了那個 那個沙數民族 我到那個民族地區 我去過很多次 我到過那個西藏 青海 四川 還有雲南 有很多 還有那個寧夏 廣西 每一個每一個自己區 我去過 搞研究 我最主要的結論呢 就是這個 那個西方那個媒體 他們所說 關於那個 那個少數民族 他們所說的 跟那個 那個 政事不一樣 我覺得 在國際上 中國的 對那個少數民族的政策 是很好的 但是我知道 這個每一個 對它的那個民族啊 很多東西 他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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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認為 些國家 有良好處 他們好比 這樣 你看到美國 厝禮 它很久 他們在民族 他們都在這段時間 他們從來 他們 responds system to increase their wealth economically speaking China never did that I mean I think China had had some problems but it didn't do that and so I mean I just think I know that's then and now it's now but I think for the Americans to go on how wonderful they are and say how bad others are I think that's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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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ang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